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呢我们回顾一下本节的学习内容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学习了我们的图片察官器的使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了我们的CCD的渲染设置 然后呢我们学习了全球光照和环境吸收的一些概念 最后呢我们制作了相关的一些案例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学习了我们的图片察官器 我们图片察官器里面呢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些工具 那么这里面呢有保存还有我们的AB对比 那在我们图片察官器这个信息面板呢 可以查看我们渲染过的图片 在里面还有各种层的操作和滤镜的操作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学习了我们的渲染设置 在渲染设置里面呢输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可以查看我们的输出的大小 还有我们的输出分辨率 以及我们的真频还有我们的输出范围等等 我们重点说了我们的输出高度和宽度 还有我们的分辨率 以及我们的真频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学习了我们的保存 在保存这个设置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我们的文件路径 有我们的图片格式 有我们保存的格式 以及我们的α通道 如果我们想渲染一个背景透明的图片呢 必须得勾上我们的α通道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学习了抗矩尺的一个概念 那么抗矩尺呢它里面有一些设置 其中呢就是第一项的我们的抗矩尺的一个设置 那没有开抗矩尺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图片呢看起来非常的粗糙 那么打开抗矩尺之后呢 会让我们的图片呢更加的精细 边缘呢更加的平滑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学习了全球光照 以及它的概念 全球光照呢分为我们的直接照明和间接照明 那么全球光照呢就是这两种照明的一种结合 那么在CC里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 这是没有开启全球光照的效果 这是开启了全球光照 我们可以看到开启全球光照之后呢 使我们的图片呢更加的真实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学习了环境吸收的一个概念 那么环境吸收呢就是物体跟物体相交的时候 靠近的时候呢 遮挡了我们的慢反尺光线 产生的一个这种黑色的效果 这种颜色加深的一个效果 那这种效果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层次感 以及画面的艺术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学习了我们的这个蘑菇渲染的一个案例 这里面呢应用到了我们的全球光照和环境吸收 那么最后呢我们制作了闹钟渲染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是一个综合性的案例 这里面涉及到了金属的材质 以及这种反射材质 那这里面除了材质的调节呢 我们还创建了我们的天空环境 以及我们的全球光照的效果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阶段的所有学习内容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